工作打拼了半辈子后 我们都享有足够的退休金 以确保在没有主动收入下 依然可以无忧地过活 除了储蓄或投资来创建被动收入 你也可以把公积金存款 变成未来的被动收入 一名即将退休的A先生 不仅自愿地提高缴纳公积金存款 甚至把从投资房产赚到的钱 也存放到公积金内 目前A先生在公积金的存款 将近149万令吉 以150万令吉的存款计算 若公积金在此后派息达6%水平 那么一年的利息就有9万令吉 在退休后单单只领取利息 每个月就有7500令吉的生活费 相信就能够安稳退休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 制定一个可行的财务规划 合理分配收入并进行定期投资 让自己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 再次提供